好了 這個三軍同學蔡英文總統 在去也親身出面 向國人來度假 說國軍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而且要求國軍 要在最低的時間來對出真相 我要至上我的歉意 國軍當然在事件的很多細節 跟資訊的掌握上是有一些落差 所以在回應上面 確實有一些讓民眾感到不清楚 當然希望這個報告能夠做得最完整 而且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完成 但是一個完整的報告 需要還是跟當事人有這個陳述的機會 那現在很多的當事人都還在隔離當中 蔡總統剛才跟國前會司令議員 也說希望國防部可以 趕緊完成這個報告 是因為最關人員要在隔離 所以說希望可以問過最關人員之後 才做完整的報告